我们人救主的死 开始于祂的被捉 主耶稣到了克西玛林 领悟祂要在那里被捉 所以人救主如何采取主动 从加利利去耶路撒冷 照样也采取主动去克西玛林园 那十一个门徒 当然不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 但是人救主知道祂在做什么 祂取的是什么步骤 祂乃是去一个地方 在那里被交于来捉拿祂 并制死祂的人 在55节 22章55节到71节 那被捉以及被犹太议会所审当中 我们可以看见有三班的人 第一班就是捉拿祂的人 第二班是祂的门徒 以及第三班审判祂的人 那第一班是捉拿救主的人 那有包含犹大祭司长 守殿官和长老 这是52-53节所表明的 他们是邪恶的宗教徒 他们热心宗教却是虚伪 假冒并伪善 满了欺骗的 他们甚至不配归类于 那些仅仅凭天然或救灶里的人 他们实在是邪恶 虚伪并且欺骗的 第二班人就是人救主的跟从者 门徒的纯心是好的 但他们完全是在天然的范围里 他们一点看不见他们 看不见他们在属灵范围里的迹象 他们乃是在救灶 我们在其他的福音书 也可以看见别的门徒都分散了 从这一点我们看见 人救主的跟从者很天然 他们在天然里面 救灶里面 第三班就是审判他的人 犹太议会和罗马官长 那犹太议会是由祭司长长老和律法师 以及经学家所组成的 是犹太人的最高法庭 在22章69节 大祭司问主是不是神的儿子 主却答疑人子 他受魔鬼示诱时也是这样的回答 主不仅在地上丁实际上以前是人子 复活以后在神的右边也是人子 甚至嫁云回来的时候还是人子 主必须是人 才能成就神的旨意 并建立诸天的国 没有人神的旨意 就不能在地上通行 诸天的国也不能在地上成就 除了这三班人 我们也看见主耶稣在被捉和受审的时候 有四幅图画 第一幅图画就是人救主的描绘 人救主他不畏惧被捉 他是非常的从容 他勇敢的面对那个处境 甚至责备那些捉拿他的人的虚伪 那在路加22章47节到23章的25节 将主耶稣描绘为真实的神和真正的人 这位神人被捉拿戏弄亵渡藐视和审判 但是他经过了这些 他完全的合格做罪人的代替 他以定义要为我们受死 根据路加在这里的记载 他预备好要为罪人受死 第二幅的描绘是 第二个描绘是门徒的描绘 就是人救主之跟从者的描绘 包含彼得雅各跟约翰 那十一个的门徒是非常天然的 他们的所作好像没有灵意一样 比方彼得说他绝不会否认主 然而是他拿刀砍了大祭司 奴夫的耳朵 是他三次否认主 他是何等的天然 但是我们在这里要看见 这所成名门徒的图画 聊会出我们众人 在天然生命里的琐事 那第三个就是热心宗教之人的图画 他们是虚伪满了欺骗和虚假的 主知道他们会这样捉拿他 所以就故意去了克西玛林园 一个隐秘的地方 叫他们可以用欺诈的方式捉拿他 我们在这热心宗教的人身上 看不见别的 只见到虚伪和欺骗 第四个就是罗马观长的图画 这罗马观长没有公义 就是满了政治黑暗和腐败 总结来说 我很摸着在路加22章61节 主转过身来看彼得 彼得便想起主对他所说的话 主转过身来看彼得 这是在路加福音独特的技术 这一个转身 这个一看摸了我们里面的最深处 就像雅各的大腿窝被摸了一样 补充本诗歌461首十架载路 也写到这个部分 那第二个我们也需要领悟 主耶稣不是被人戴上十字架 他乃是自己走上十字架 在十字架上 他特意舍了他的浑生命 为要成就包罗万有的死 这死将他引进复活 借着他的死与复活 喜年就得以成就 不仅如此 仁救主带着他的跟从者 一同进入死 这样他将他们了结了 使他们得以被顶替 而有新生的起头 然后在他的复活里 他们就能享受他 做他们的喜年 分享到这里 阿们 在主耶稣被捉拿的同时 他进五十五节到五十四节下段 到六十二节这一段 他为彼得所否认 这一幅图画非常的生动 也非常的提醒我们 这一位仁救主 他是从容被抓 慷慨赴死 但是在这一个同时 跟从他们的门徒们 虽然经过他三年半的训练 但是面对特别的这一场战争 没有人能够得胜 但是在这重重的失败里面 以彼得为首 为代表 给我们看见 这一位刚强 自义的彼得 在基教已先 三次不认主 刚刚国卫弟兄 特别提到 第六十一节 希望我们对这一节 有深刻的印象 主转过身来 看彼得 彼得 彼得便想起主 对他所说的话 今日 基教以前 你要三次 否认我 他就到外面 去 痛哭 你读这两节圣经 你什么感觉呢 当主耶稣 被捉到 大祭司的 那个房子那里 在院子的这里 有一盆火 生在那里 五十五节说 他们在院子当中 生了火 一同坐着 彼得 也坐在 他们中间 尼托圣弟兄 描述 这一幕 影像 他写了 诗歌 三百零三首 他的脸面 他的天使 常看见 但不认识 他的大爱 他的圣徒 虽然认识 爱无限 却未 看见 他的风采 他们不久 也要看见 他脸面 认识 他的荣耀光明 但 玛利亚 曾 看见 他的泪意 知道他 心痛的 情形 知道他 心痛的 情形 尼弟兄 描述 路加福音 二十二章 这一段话 他从 侧面 以玛利亚的角度 来看 这一位 人救主 当这一位 人救主 转过身来 看彼得 的时候 他是 含着泪 他是 掉出 他的 眼泪 所以 玛利亚 曾在 大祭司的院内 曾 看见 他的泪影 知道他 心痛的 情形 知道他 心痛的 情形 我们再配上 刚刚 国卫弟兄提的 普通本诗歌 461首 这一位弟兄 我在1986年 跟他 在台湾 配达 后来 他 比较早 被主接去 但是他写的诗歌 实在是 福慰 我们的心 我们求主 让我们 常常 看见 他的泪眼 在今世 我们不只羡慕 早日 看见 他的脸面 但是 我也不愿 免去 你的势力 什么 理念 他 我不 尽 平 我 是 是